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和20种香料的乳白色汤头 硬硬点的胡辣 中和了花椒等多种香料 难以忘怀的香气 只有在这里才能吃到 而老师点的酸辣 则是融入了四川泡菜 配上弹牙米线 清爽又开胃 而招牌小菜 土匪鸡翅和尖椒皮蛋 更是不能错过啊 哎呀 香港味了 香港味了 哎呀 哎呀 酸酸的 还有那种泡菜的味道 很好吃 然后它是白色的汤 我这个胡辣啊 它有很多香料 感觉是芭蕉 花椒 芭蕉啦 而且它有一个很浓的茴香的味道 所以它喝起来会有点像 那个蒙古锅的汤底 很像那个侯家什么 添什么茴鱼锅那个汤口嘛 对... 像蒙古锅 果然是米其林点等级 然后你吃看它的米线 这米线好好吃喔 它有点像是很细很细版的 那个米苔木 因为它吃起来很有那个米的嚼劲 就是港式的米粉汤嘛 是喔 港式米粉汤 对 用米其林的 不是用米粉 它那料都是自己可以选个自教的 油豆腐 对啊 我这边还有乳丸的 虽然吃不到油豆腐细粉 但吃点油豆腐米线也好吃 那我来吃吃看它小菜 这个是那个尖椒皮蛋 我超爱吃皮蛋的 而且我跟你讲喔 它这个皮蛋 你看它每个皮蛋 都很漂亮 那个风花结晶 有没有 这就是好皮蛋 真的吗 真的 它这个酱啊 感觉是有青椒 有大蒜 所以味道很重 然后这个其实算我觉得 有点辣了 有点辣度 还可以 哇 好吃喔 很好吃喔 它这个味道很特别耶 真的吗 它是有那个焦麻的香味 焦麻的香味 嗯 然后烤的那个香味 可是它不会很咸 它其实不是味道很重的 可是它就是有辣 那有麻麻的辣 怎么了 这怎么了 我突然觉得自己的翅膀 像冻起来的感觉 你什么时候有翅膀 嗯 有啊 其实敬怕这种味道很香 要喝一点丝袜奶茶 凍宁茶叶 好好喝的奶茶 有一种去了香港的感觉啊 有点印度奶茶的感觉